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杭州抢人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招呢 其实一直在放宽 比如说去年11月的时候 杭州还要求一个什么35岁以下呀 45岁以下 对吧 还要是紧缺专业等等 还要在这落户啊 还要怎么缴一年社保 那这一条呢 今年4月份也给放松了 说了 只要是全日制大专的以上人才 在杭州工作 只要缴纳社保 你有一个月社保就行 就直接落户了 怎么样 连紧缺专业都取消了 对吧 有没有效果呢 有 我们看一下 在去年年底 全市人才总量达到多少 242万人 累计引进了3.3万留学人才 还有呢 外籍人才2万人 18年接收了8万应届本科生 挺多的吧 虽然你跟北上可能没法比 北上深没法比 但是作为杭州的话 确实是加劲的 为什么呀 抢不过别人了呗 哎呀 现在整个 大家想想抢人大战多么热闹啊 新一线和二线这个城市抢人啊 平出齐招 比如说武汉的这个十点重点举措 啥意思呢 跟大家讲就是 只要是大专以上毕业生 在武汉现在落户 不仅仅你自己落户 你把自己的这个配偶 子女 甚至是爸妈全家可以落户 全时办理 你没有工作 没关系 先落了户再去找工作都行 武汉够狠吧 再说深圳 深圳更狠了 人家是一线城市 年流了五十多万人 现在你只要是毕业生 你去了深圳 啥也别干 先别到公司报到 先去社保局去拿钱 具体的钱数呢 还在不断的上涨 深圳有钱啊 那其他的像成都啊 郑州啊 西安都在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啊 在你们选择到哪发展的时候 除了个人发展以外 那个城市到底有不有好 抢人这才怎么样 其实也是你应该着重考虑一个事儿 互联网之都啊 深圳可以 杭州不也是一个比不错的选择吗 不知道会不会对你毕业的序项有影响 欢迎关注金融民工及胖子的优酷账号 打开优酷视频首页 搜索金融民工及胖子 点击头像 就我的头像 进入主页就能看到关注按钮 下次想跟胖子的节目 直接点击关注列表就可以观看了